歡迎收看博物正夜 記得訂閱我們喔 記得訂閱我們喔 本片由Xtour贊助 你有聽過網板印刷嗎 網板印刷也稱作捐印 是手作圈很受歡迎的創作方式 最常看到用在T-Shirt 或者是帆布袋的圖案印刷 雷切大廠Xtour 最近推出了新的網板印刷機 使用特殊的不鏽鋼網 可以搭配雷射雕刻來製板 製作流程更方便也更精細 那它的操作流程只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崩網 要把這個原廠的不鏽鋼網 固定到專用的金屬網框上面 我們把固定栓放置到位之後 再旋轉壓緊 然後把四周的張緊扳手扣上 這個步驟可以讓網繃緊 那扳手固定到最後兩格的時候 會需要比較大的力氣才能扣上 這個是正常的 裝完之後輕輕敲一下網板 可以聽到咚咚咚 比較緊繃的聲音 就是裝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第二個步驟 雷雕製板 雕刻這個網板需要功率大於5W的藍光雷雕機 原廠有針對他們D1 Pro雷雕機不同的瓦數 推薦了很多組功率 那因為我們的雷雕機是20W的 我們就參考了它20W提供的數值 然後把它的功率與速度做些微的增減 就列出了8組數值來做功率測試 雕刻之後會有殘留一些白色的粉末在上面 那我們就用控壓機把這個粉末都吹掉 但我其實還是更推薦大家要拿刷子 把粉末更徹底的清除 這樣後面在印刷的時候 網子比較不會被堵住 接著我們就要進入第三個步驟 印刷 我們先把網板固定到印刷台上 這時候把網框前端的這個固定器靠上去 然後把張緊扳手扣上 就固定好了 可以在機身右後側的這個旋鈕 把它轉鬆 就可以調整印刷檯面的高度 原廠的印刷油墨是水性的 可以印在布料、紙張還有一些後紙板 甚至木頭上面都可以做印刷 總共有七個顏色 除了紅黃藍黑之外 還有金色、銀色跟夜光色 我們把油墨放置到圖案的上方 那油墨可以用多一點 印刷比較不容易失敗 接著就可以拿出刮板 刮板靠上去之後 可以稍微向下壓 呈現大約45度的角度 往下滑 這個功率測試印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整組裡面我覺得 呈現最清晰的功率是 70、80的這一組 那後續呢 我就會使用這個功率來做雕刻 功率測出來之後呢 我想要再來測試一下 這個網板的精細程度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 不同粗細的樣品圖案來印刷 那我們印刷它測試後 我建議使用這個網板 線條粗細要在EPT以上 文字的部分我用絲圓黑體來測試 字集在12號以上表現得比較清晰 最後照片可以用點證圖的方式來雕刻 效果也很好 印刷完之後呢 網板可以整個拆下來做清潔 那因為我們的顏料是水性的 就是用清水搭配軟刷子來做刷洗 如果顏料長時間沒有洗 在網上面乾掉的話 會把你的網堵住 你後面的印刷就會出問題 所以一般是建議印完之後 要趕快清洗 那功率跟粗細效果 我們都已經測試完畢了 接下來我們就適應看這個原廠提供的 兔子圖案 材料包裡面附贈了一個板布袋 會建議在中間墊一塊厚紙板或是木板 後面的印刷方法就跟前面示範的一樣 那大家也可以同時放上很多個顏色的顏料 來做漸層的印刷 布料印刷完之後 建議放久一點 確定顏料完全的乾透 才能下水洗喔 最後我想用網板印刷來發想一件作品 決定要做方塊拼圖 我先用松木切了一些正方體 尺寸大約是5.5公分立方 總共9個方塊6個面 可以印6個圖案 剛好接近過年了 所以我就想要是以12生肖為主題 就是鼠、牛、虎、兔、龍、蛇 那我也很推薦大家 直接用ChatGPT來幫你生成圖片 可以讓你的圖案設計上 變得更簡單更快速 在設計方塊尺寸的時候 會設計5.5公分 其實也是這個印刷機 它能夠抬身的高度最高 大約是6公分 這次在雕刻的時候 把兩個圖案放在同一塊網板上 那印刷的時候 就可以用膠帶把兩個區塊分開來 有墨就不會溢過去 接著我大概等了兩個小時 讓墨水完全徹底的乾燥之後 我就把方塊翻到第二個面 然後把它的順序打亂 來印下一個圖案 其實圖案如果雕刻的太靠近邊框 在印刷上會比較不方便 畫面上就可以看到圖案的底部 就很容易積比較多的墨 建議大家排版的時候 四周可以保留4公分以上的空白 最好我們就完成了這個6個圖案的方塊拼圖 最好我們就完成了這個6個圖案的方塊拼圖 加工檯面 還有三軸微調定位 可以讓我們的印刷變得非常的流暢 然後它搭配了肥雕製板 讓創作者在電腦上畫好的圖 可以直接變成網板 從開板到印刷 在家就可以完成囉 只是大家在購買前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整個網框的尺寸 大約是39x50.5公分 所以你的機台的工作檯面要大於這個尺寸 才可以放進去雕刻 而且功率的部分也需要自己測試 然後我這一次在雕刻的時候發現 它會在雷射頭上面累積很大量的藍白色粉末 如果長期都不清理的話 有可能會加速雷射頭的耗損 所以大家要記得時常清潔你的雷射頭 另外就是它的不鏽鋼網 是需要持續上原廠回購的耗材 而且目前只發行了100目的粗細 現在幾乎是人手一台雷雕機的時代 XTURE又幫我們擴充了一個雷雕機可以用的功能 用數位製造幫助我們的創作變得更容易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記得訂閱我們喔